我們進入簡報第34頁 現在搭配語音朗讀一下囉 那我們剛剛有兼顧到視覺的部分對不對 但是遙控器之後會講話更好嗎 這樣講出來至少會不會聽到啊 所以我們來看這邊 來 你看在哪裡 在進階功能這裡 這個模擬器就沒有這個功能 進階功能有沒有發現有個語音聲控跟語音朗讀 還有行動裝置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 轉來轉去那個陀螺椅也是在這裡 好 你看我用語音朗讀按一下 有沒有積目都在裡面 那我們就第一個去設定它要朗讀什麼文字 那最後一個就設定這個語音的相關參數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囉 我把這個丟出來了 它除了遙控器一幕顯示開燈 是不是可以順便唸出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要它怎麼唸 你可以拿出來 它可以唸中文 英文 日文 但是你不要考它 明明打英文叫它唸中文 它不是Google翻譯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齁 好 第二個 音量一是最大的 再來 我先用正常的 正常的 好 那一樣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可以嗎 對啊 放下來 所以你知道這樣就快很多 那我們來一點高昂的 好 再一個 這裡 這個也是開燈 然後呢 這個掃瞎的可以嗎 哈哈哈哈 好 然後再一個 好 拿關燈的來試一下 有燒瞎的 有高昂的 有高昂的 來 我們來看速度的 這個是關燈 快的 好 然後呢 這個 閃爍 就叫它唸出來就好了齁 這個閃爍0.5 慢的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閃爍0.2 就是快 很快 這樣可以嗎 好啦 那我們就 停止 執行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按下去 欸 沒聲 來 我這邊現在沒有聲音 但是沒關係 老師呢 你等一下 如果你沒有耳機的 你應該知道QR code可以拿出來 你的手機不會講話的 你可以交給我回收一下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你手機也可以齁 所以你沒有耳機的也可以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你先看一下齁 我現在真的沒聲音 但是你應該知道 找哪裡進階功能 語音朗讀第一個跟第二個 好 還給你囉 好 我這邊的它現在是抓到英文了齁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open light open light clothe light 有沒有 我現在這樣唸英文 它就唸得出來了 所以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open light clothe light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一點 有視覺上螢幕有顯示出來 然後呢 又有語音檔圖出來 好 那當然你用手機也可以 不過我有發現有些手機 好像聽不到那個 尤其比如說你用 有的人用 不是Google Chrome 瀏覽器的齁 就是手機上你說 不是用Google Chrome 瀏覽器 你用別的瀏覽器 有可能聽不到聲音 好因為這個是跟Google語音做接合 可使用ゆ音